今天我们有一位特别的讲人孙昌牧师 在我们中间来细续地分享马可福音的经文 我认识孙昌牧师第一次跟他见面是2018年的9月 在密西西地州杰克逊 当时介绍我去这个教会的是刘比根牧师 当时的话是石庆叔牧师 实际上教会的这个牧师 所以他们所在的这个杰克逊华人教会 出了非常多的传道人 那我们在香槟 采冰子们应该知道李辉牧师 也是当年他们在教会的弟兄 那感谢主我们也特别的感恩 在去年刘比德牧师来到我们这个讲台 给我们分享约翰福音 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就请孙昌牧师继续地来给我们分享 我们整个马可福音的系列当中的 第二章第一到十二节 那刚才的话 私琴是孙牧师的太太 佳佳师母 佳佳师母的话呢 是他的父亲也是牧师 所以这是在我们当中 这个我看到的是一位木儿代 也盼望着他们在我们中间的父侍 给我们各个的激励 也求助身赐福 我们在一起意图接拜 同一个神的时间 好 下面把时间交给孙昌牧师 好 好 谢谢李刚牧师 还有弟兄姐妹 我以前只听说过芝麻节 就是我第一次来到核桃节 一听就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 也希望上帝借着我们众弟兄姐妹 还有核桃节精心会 可以在这里继续地续写上帝奇妙的福音的救赎大事 感谢主也是能够让我在这里 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 马可福音 我相信之前李刚牧师肯定跟大家介绍过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的主题是讲到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是一个仆人的形象 你可能讲到耶稣 你会想象到一些不同的形象 有的说我们的主像一头雄狮 像犹大之派的狮子 有的人说我们的主 他是一位君王 他是圣洁的祭祀 但是在马可福音当中 我们会看到这是一部简短的 有力的迅速的叙事 将耶稣基督一个仆人的形象 迅速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他是如何地到来 如何地在地上开展他的施工 并且他如何一步一步地宣讲天国的真理 最终走上十字架 并且他告诉我们 十字架并不是一个尽头 十字架并不是一个结束 对于众罪人来说 十字架是我们最终的归处 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往的地方 但是主耶稣基督第三天 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他所给我们看到的是说 我们的人生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我们的人生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是靠着我们自己 我们没有办法找到 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的 必须要借着他 必须要借着他为我们背负十架 借着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 我们可以与他一同地从死里得着一个永恒的生命 所以在马克福音当中 主耶稣就一步一步地把这样一个福音的好消息 铺承开 展现在我们众人的面前 我们会看到这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简短的叙事 关于他一生的故事 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每个人 今天你坐在这个地方 你来聆听上帝的话语 或者你已经是基督徒信靠上帝 或者你仍然在寻求 甚至或者你今天想要跟许多的基督徒 展开很激烈的讨论和对话 但是我相信上帝已经在我们心中 放下了这永恒的盼望和福音的种子 他在你的人生当中 同样有一个计划 要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 将你带领到他的面前 与他一同地复活 得到这永恒的盼望 也感谢丁经文 刚才已经读过了这段的经文 那么我们在正道之前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求上帝帮助我们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主你宝贝的话语 愿主你的话语不断地激励我们 在我们心中 在我们生活中 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愿主你看顾台上所讲 台下所听 造就我们 主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命求 阿们 谢谢主 好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去拆别人家房顶 或者是被别人拆房顶的经历 强拆 对 最近国内非常流行强拆 但是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也看到 不知道是哪一位信徒的家的房顶被强拆 但是他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却是不同的 所以在 整个的马可福音 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一个仆人的样式 就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 就是这一整个马可福音的一个最重点的一个部分 讲到 耶稣基督 他是一位仆人 他不是要被人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他要舍命做多人的书家 那么在马可福音的一开始就向我们直接的宣告了说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 他是福音的起头 因为只有这一位道称肉身的人子 他与他的众百姓同在的同时 那么他才是证明了上帝的恩典仍然与我们众人同在 并不是像以色列人所想象的那样 上帝四百年没有对他们说话 也并不是像我们许多人所想象的一样 上帝不再理睬我们 或者没有上帝 但是借着马可福音开头的叙事就告诉我们 上帝的恩典 汹涌的 请记住是汹涌的 向我们扑面而来 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也借着施洗约翰作为开路先锋所宣告的这样的信息 说神都不尽了 你们要悔改 信福音 预备我们一同的来领受这天国的好消息 所以你会看到在前面的第一章叙事 耶稣基督马不停蹄的 借着施洗约翰的铺垫 耶稣基督的受洗受试探 并且他呼召门徒 医病赶鬼 在会堂里传讲天国的信息 医治马封病人 接着第二章给我看到说 过了些日子 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读了第一章的话 我们就知道 当耶稣在加百蒙服侍的时候 他带来了许多的祝福 同时也有许多的张力产生 在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 因着耶稣的名声被传开的 所以他不得不暂时的离开 加利利一带的地方 到别的地方去躲避一下 或者是暂避风头 因为耶稣基督的日子还没有到 但是在第二章一开头 给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说他又回到了加百蒙 耶稣基督又回到了加百蒙 如果你看圣经地图的话 你会看到加百蒙 就是在加利利北边的一个角落 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商贸和港口的城市 所以说那里不仅有打鱼的 还有许多的贸易的往来 所以在罗马帝国的这样一个重要的 这样一个的沿着加利利湖 还有在罗马帝国的国道上的这样一个税卡的上面 经常有许多的货物往来 就会有税利坐在那里 接下来我们再往后看的话 就会看到马太的出现 然后这个利未人马太的出现 他是在那里收税的 所以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大城 那里有许多的人 并且那里有福音的需要 所以耶稣不断地回到加利利 你可以看到 并且他回到了加百蒙这个大城 当他回到了加百蒙大城之后 这里第一节告诉我们说 有人报告说 当然中文说有人听见他 但你看英文的话就是说 耶稣回到加百蒙的世纪又再次被传开了 说那一个医病赶鬼的耶稣又回来了 我们就看到第二节的时候 就看到聚集了许多的人 连空地都没有 但是耶稣在那里做一件什么事情 他没有在医病赶鬼 他没有行很多人想看到的神迹奇事 但是当人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 可能这许多的人正是期待着看到耶稣 在行之前所行的那一切事情 但是耶稣在第二节告诉我们说 他向着众人对他们讲道 所以如果你读第二章的时候 你会发现第二章第一节开头说 耶稣向着众人讲道 第二章的最后 耶稣借着向一个摊子的宣告 向众人传讲他的信息 所以在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服饰 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 他的话语 就是耶稣基督向众人宣告 天国的真理 所以在这里 房子周围围满了人 许多人聚集而来 他们为这许许多多的 不同的目的或者好奇心 但是 耶稣向着众人去传讲他的话语 天国尽了 你们要悔改 神的国尽了 你们是否预备好 来迎见这一位君王 你们每个人心里 可能是否还有许多的挣扎 或者是疑问 或者不为人知的许多的罪 但是神的国尽了 是时候来认识 信靠 并且跟随 这一位大君王 我相信我们在这个城市 你会发现 可能有越来越多的华人 我们在这个城市 可能也会有 你会看到我们的华人人群 可能我们从事着 不同的工作 我们的生活状态 可能也很不一样 这里有大学 有老师 有在餐馆从事体力工作的 或者还有一些其他 各式各样的华人的移民 我们同样聚集在这个城市当中 但是同样的 我们也是聚集在教会的周围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 或者有不同的心事 但是上帝借着我们的弟兄姐妹 借着教会 在这个城市 向人们说话 借着我们的弟兄姐妹 借着教会 向这个城市 去宣讲天国的道理 你不只是口头上的宣讲 可能也是借着 你身体上行为的见证 向人们见证 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好消息 耶稣福音的真理 那么借着在下面的经文 我们就看到 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 所以在第三节 第四节 我们看到 有一个摊子 被他的朋友们带来 那么借着耶稣基督 借着这个摊子 他行了一件特殊的事情 然后耶稣基督有一个宣告 那么在第三节 第四节 我这里是要按一下 对 对 对 帮我弄一下 然后我们看 第三节 第四节 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 在这里看到有一个摊子 说第三节说 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 是四个人抬来的 因为人多 不得近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 拆了房顶 既拆通了 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 都坠了下来 所以看到在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 告诉我们 耶稣所在的房屋 已经围满了人 但是在这样一个围满的人的当中 已经没有空地了 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个极大的需要 就是 有一个摊子 他没有能力 所以他求助他的朋友 但是我们看到他的朋友也很给力 他们既然不能从门口进去 他们就爬上房子的顶 把房子拆通 把这个摊子坠了下去 我不知道你在国内有没有看到这种房子 我是山东人 在山东还有东北 尤其在焦东的地带 我们那边的房子 房顶是平的 所以你可以通过平房的周围 有个小楼梯 或者有一个外架的梯子 你可以翻上房顶 夏天的时候 有的人会觉得热会睡在房顶上 有的时候会晒鱼干 晒衣服 或者有的人会在上面喝茶 甚至在上面种菜 种花的也都有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 可能也是有同样的 但是我们那里的房子 没有被人拆过 可能是最近几年才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们看到这几个朋友 他们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 就将房屋给拆开了 将这个摊子放了下去 他们心里面可能只有一个目的 因为这个摊子 他自己没有能力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们需要这些朋友的帮助 借着这些朋友把耶稣 把这个摊子放到耶稣面前 让耶稣可以见到他 所以我们就看到 看到耶稣见到他的时候说 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 耶稣就看到了他们的信心 所以我不知道你身边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身边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是否有的朋友 会为了你做这样的事情 我想我们生活当中 可能都在寻找 这样为自己两肋插刀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这样两肋插刀的朋友 或者是说在你信仰的过程当中 你生命当中 是否可曾有这样的基督徒的朋友 为了你可以听到福音 将你抬到教会里去 将房子拆通 为了让你听见这样福音的好消息 但是在第五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耶稣夸奖他说 对他们说 我看见他们的信心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 接下来耶稣就要对这个摊子 说赦免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这里 可能你会有读经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说为什么耶稣 是夸奖这四个朋友的信心 然而接着医治了这个摊子 而不是说这个摊子的信心 从而带来了一个医治 会被赦免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但是我们看到得救的信心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 得救的信心可能分为几个方面 我们知道得救的信心 可能指的是内容上 内容上是我们所相信的事情 可能有一些是关于基督 关于基督是我们必须相信的事情 就是他是上帝的儿子 是我们的救主 他为我们提供书家 那么关于得救的信心 另外一方面 可能是指相信 我们所信的内容的真实的部分 这人们可以知道 基督教的信仰 却不相信他是真的 我们的信心中 可能还掺杂着一些的疑问 但是我们的知识上的认识和确信 必须达到某个程度 可能才能得救 所以人必须是真的相信 基督是救主 相信他是他宣称自己所试的那一位 而这人才会是真的信靠基督 所以真信心指的是相信的内容 并他真的相信 那么他第三个方面是 个人性的信任和信赖 光是知道相信基督的信仰内容是不够的 因为即使是鬼魔也信的 在雅各书第二章说 你们信基督是真的 但是鬼魔也信 并且鬼魔比人还多了一件事情 就是并且战尽 鬼魔可能比人更加敬畏的上帝 说只有当一个人真正的相信 只有基督才是唯一的救赎的时候 这信心才是有效的 所以对一个这样的知识上的认同 是一回事 但是个人性的相信 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当这几个朋友 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说耶稣看到了他们的信心 看到他们信靠耶稣的心 看到了他们为了拯救他们朋友的 这样一个专业的心 他们对耶稣就对这个摊子说 小子你的罪赦 到这里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问题 说这个摊子的问题是什么 是他贪了 他无法站立 他无法行走 但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 你的罪赦 但是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九章的 平行的经文的话 你会看到耶稣在那里 还多说了一句话 他说放心吧 他说take heart 他说放心吧 小子 你的罪赦 我想我们每个人 到了医生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听到 医生给我们报告好消息 你可能带着一个沉重的心事 带着医生的疾病来到医生的面前 但是当医生说一句放心吧 这个时候可能你的心已经放开了 你需要等待的就是 医生对你的这样的一个医治 所以我们看到这马太马可 还有路加这三卷福音书 都记载了摊子被医治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福音书当中 还有许多其他的 许许多多医治的事情 这样各种各样的神迹 但是我们会发现 这样的一路的 耶稣一路的医治 一路的医治 各样的疾病 或者瞎眼的 或者瘸腿的 在第二章第十七节的时候 耶稣给我们看到了一个 他医治的一个目的是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 但是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他来不是要招一人 乃是要招罪人悔改 耶稣这样的一个医治的高峰 一直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才出现 给我们看到了一个 病得医治 这个神迹的真正的意义 所以我们要体会一件事情 与你姐妹 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们希望被医治 我们希望被疗愈 但是医治和赦罪 哪一个对我们来说 才是更加重要 医治和赦罪 哪一个对我们来说 才是更加重要的一个事情 所以疾病在我们的身上 很多时候它可能是一个外在的症状 医生通过我们身体外在的症状 或者做病理的检查 他可以知道我们的病人是什么 但是另一方面 疾病在我们的身上 它是一个记号 它提醒我们 我们都是软弱的人 疾病在我们身上是一个记号 它提醒我们 我们都背负了 从始祖犯罪 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 咒诅 并且疾病在我们身上 也是一个记号 它提醒我们 我们每个人 因着罪所带来的咒诅 就是死 这死的记号在我们身上 当我们一出生的时候 就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 我们的身心灵的格格的方面 这疾病在我们的身上 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死的 疾病在我们的身上 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命是活在一个败坏的 被罪所充满的世界的当中 并且我们自己 也是活在一个罪孽的肉身的当中 疾病让我们不是盼望 让疾病得医治 疾病是让我们盼望将来 在我们身上有一个 新的荣耀的生命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生过病 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我要马上被医治 我要马上好起来 我看到外面的阳光 我看到在外面奔跑 锻炼健身购物的那些人 我想要跟他们一样 当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我最大的盼望就是能够站起来 当我不能正常地呼吸的时候 我能够去自由地呼吸这新鲜的空气 但是当我们在患病 或者在病床上的时候 我们还思想到一件事情 你会发现可能你生命当中 那一切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都不再重要 当你在疾病当中的时候 可能对你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只要健康就好 我曾经肠胃不是很好 基本上到夏天 我就会有那种 美国叫什么肠胃的感冒 那种肠胃炎 就会在地上到处打滚 那每当我胃痛的时候 我就想到说 我舍掉什么都可以 只要能还让我正常起来 让我再继续地喝咖啡就可以 我比较喜欢喝咖啡 所以你会看到 当我们处在一个生命的 这样的一个尽头 或者是生命最软弱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才会产生 一个悔改认罪的心 当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尽头的时候 我们才会对生命 有一丝丝的盼望 和一丝丝的期待 所以有一些疾病得医治 但是有一些疾病没有得医治 这些没有得医治的 可能就会拦阻了我们 来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就会向上帝抛去很多问题说 为什么是我 难道是上帝不祝福我们吗 难道是上帝不纪念我们吗 或者是说 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 上帝不医治我们吗 其实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得医治或者不得医治 其实并不是最重要 我们生活的当中 确实有一些得医治的 或者有一些没有得医治的 但是我们都需要感谢神 我们不管得医治的 或者没有得医治的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落在了上帝的审判之下 但是这一切都让我们生出了 一种的盼望 这样的盼望不是在今生过一个 更加美好的生活 这样的盼望是在将来 我们可以有一个永远的荣耀的盼望 或者请允许我说这样一句话 很多时候可能 得病 对我们来说 有可能也是一种 变相的祝福 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让我们更多的去思想和信号上帝 让我们思考跟他的关系 并且让我们心中可以生发这样一种 对永生的盼望 所以这一切疾病得医治的神迹 若不是指向那最终是死人复活的神迹的话 如果单纯只是神迹本身 可能并没有任何的意义 或者说当我们读到福音书当中 耶稣基督有很多医治的各样的神迹 可能是你心中非常期待的 但是这一切被医治的神迹 如果最终没有与耶稣基督的复活连接起来 或者是说这一切被医治的神迹 最终没有指向使死人复活的耶稣的话 那么这一切神迹的本身 它没有任何的意义 这也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如果最终没有与这一位使死人复活的主 联合起来的话 或者产生关系连接起来的话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生命 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么我们就会与这一切的疾病 这一切的咒诅 一同的面合 但是当这个摊子被带到了耶稣的面前 耶稣说 看到他这些朋友的信息 说 放心 放心小子 你的罪舍 你的罪舍 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可能想象的 可能病得医治 是不是更加的重要 但是某一方面 我们的罪被赦免 可能更加的重要一些 可能我们的罪被赦免 可能更加的重要 所以在接下来的时候 在第六节 说有几个文士 坐在那里 我们读福音书 我们就会看到 忠心跟随耶稣的 他有十二个门徒 但是还有另外一群 忠心跟随耶稣的人 是加引号的忠心 就是这些的文士和法利三人 因为他们随时随地地想要来查看 耶稣抓住他的错漏 然后给他定罪 但是这几个文士 是在心里议论说 他们心里议论说 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健忘的话 除了神以外 谁能赦罪呢 那你觉得这些文士说的对不对呢 他们说的是非常神学正确的 非常神学正确的话 他们非常的清楚说 除了神以外 谁能赦罪呢 说这个人怎么能够随便赦免人的罪呢 如果我们读旧约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说 有的时候人的身体的疾病 可能是跟我们所犯的罪 可能是相关联的 那旧约的时候 在立威记或者是民书记等等 给我们看到说 这事实上可能是因着人犯的罪 可能得麻风或者是等等 得到一些其他的疾病 所以这些犯罪的人 就需要来到祭祀的面前 被祭祀所查看 当祭祀查看之后 那么他们需要献祭 祭祀为他们祷告 有的人可能就要出到营外 去洁净自己 洁净自己 然后回到祭祀的面前 当祭祀确认他们 身体洁净之后 才能够重新地回到 信仰群体的生活的当中 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需要献祭 向上帝献上赎罪祭 和感谢的祭 所以当祭祀为他们献祭 为他们祷告之后 祭祀作为上帝在地上的代表 向他们宣告说 你被赦免 你已经被洁净了 可以重新地被整个 以色列人信仰的群体被接纳 所以说祭祀是在旧约的时代 这些的祭祀是 作为上帝和人之间的 这样一个中宝 代替上帝来宣告 这样一个赦免的信息 但是当耶稣说 小子你的罪赦了 所以这些的文师在这里说 这个人是谁 为什么他可以宣告赦罪的信息呢 为什么他可以宣告这样的信息 在这里其实当你读的时候 你还会发现一个问题 说当这个瘸子 当我们知道了他的问题的时候 他应该去找谁 首先他应该去找医生 其次他应该去找祭祀 但是这几个朋友 却带着这个瘸子 来到耶稣的面前 但是耶稣既不是医生 也不是祭祀 所以这些文师看到耶稣就说 为什么这个人说了这样健忘的话 他不是祭祀 也不是医生 他为什么可以赦罪呢 但是耶稣看出了他们心里的议论 他说你们的心里面 为什么这样议论呢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说 从普遍的意义上 罪必是从人类的堕落而来 甚至有的时候 罪在今天这个世界 是整个堕落罪恶的结果 可能与你某个具体的罪 并没有关系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的生病可能并不是因为 某一个具体的罪而带来的 但是我们身体患有疾病 这提醒我们 我们今天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 充满了罪恶的这样一个世界的当中 所以人类的疾病跟人类的罪密切相关 即使我们没有犯下某个具体的罪 但是我们仍然知道 这个世界当中充满了罪恶 这个世界已经病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 有一些具体的罪 的确是与我们身上的疾病相关的 所以在圣经当中 给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经文提醒我们 在证言也告诉我们说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 尸骨苦难 但是耶稣在这里宣告赦罪的时候 这些的祭祀 文士 在这里议论 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想说的 耶稣说 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 或者对贪子说你的罪涉 或者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 哪一样更容易呢 弟兄姐妹 叫一个人罪得赦免 还有让一个瘸子 拿着褥子起来行走 哪一样更加的容易呢 我想这可能这些 我想可能这些人在这个时候 心里面已经开始思想了 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去解决 这一切的事情 因为我们自己 首先没有使人得一致的能力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没有 可以设人罪恶的权力 但是耶稣却对这些文士说 对你们来说哪一样 更加的容易呢 所以当这几个文士 在这里心里议论的时候 他们的意思是说 这个人亵渎上帝 他们觉得耶稣亵渎上帝 就是因为 这是祭祀所具有的特权 在旧业当中 祭祀能够宣告赦罪 但是当犯罪的以色列人 来到圣殿完成的献祭 或者律法所要求的 各样的补述之后 祭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上帝赐给他们权力 就是他们要向那个 已经献祭的人 宣布神的圣灵 所以人是可以宣告赦罪的 但是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 发生在对方献祭之后 如果一个犯罪的人 从来没有献祭 或者他说 我的家里很穷 我连买一个鸽子的钱都没有 说能不能给我破例一次 先赦免我的罪 在我们中国话 这个可能叫 走个后门 或者等等 但是按照律法来说 这是不可以的 我们必须要借着献祭 借着认罪和悔改 才能够得到赦免 这个赦罪是没有用的 而且如果这样说了的话 这个叫做贱妄 如果没有真实的认罪和悔改 而宣告赦免的话 这个叫做贱妄的话 因为你是不能开后门 一定要让对方献祭了 才能够说 第二个 这个祭祀是奉着耶稣和华的名宣告 做献祭是透过一个祭物 献祭必须是透过一个祭物 代替犯罪的一方 承担犯罪而来的后果 被献给上帝之后 上帝悦纳了祭物 祭祀才可以宣告说 神悦纳了你的献祭 这位神 祂已经赦免了你的罪 所以我们看到 在耶稣宣告赦罪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在这里还包含了 这样一个旧约律法当中 赦罪的这样一个程序 说必须是有一个媒介 必须是有一个祭物 代替这个犯罪或者生命的献祭的人 赦罪 祭祀才能够代表上帝去宣告说 你的罪赦 但是这些祭祀好像没有看到说 这些文士没有看到说 你也没有献祭啊 你的祭在哪里呢 说这里也没有祭祀 这里也没有医生 为什么这个耶稣 他可以宣告献祭呢 他说了健忘的话 如果你是以色列人 如果不是耶稣所说的 这些心中怀生恶念的以色列人的话 而是一个真的有信心的以色列人 你可能会想到说 在亚伯拉罕的献祭的当中 以撒问他的父亲说 这一切都预备好了 但是献祭的羔羊在哪里呢 还记不记得创世纪22章 亚伯拉罕带着他的独生儿子以撒 走上了山 以撒还不知道自己要被杀死 但是他问他的父亲说 父亲一切都预备好了 但是献祭的羔羊在哪里 我们今天是来献祭的 如果献祭我们不带羔羊 只大大的得罪了神 但是我们也知道了后面的故事 当亚伯拉罕要杀死以撒的时候 天使过来阻止了他 并且说上帝已经为自己预备了羔羊 我们也知道是直向了将来的耶稣 但是在这样一个场景当中 可能又将他再转换了过来 好像一个翻转的门 把我们又转换到了耶稣福音的时代 这些的文士在一顿说 嘿 这里不是医院 这里也不是圣殿 这里也不是祭坛 这里没有医生 这里也没有祭祀 这里也没有国家认证的牧师 为什么一个叫耶稣的人 他可以宣告赦罪 让一个瘸子起来行走 还有赦免一个人的罪 哪一个更加的容易呢 所以你们看到这个问题 这个球又被抛回到了 文士和这些法利塞人的手中 所以也给我们看到 弟兄姐妹 我们要所思想的献祭和得意志 其实我们会看到赦罪更加的重要 其实我们要更加的是 借着有一位可以赦免你的能力的人 来替你做这一切 才能够宣告赦免 所以在这里耶稣所说的话 我相信可能没有大部分人可能明白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读到福音书最后的话 可能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明白 所以小子你的罪真的被赦免了 耶稣看到了我们内心里面 更大的一个需要 看到我们心里面一个更加真实的自己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活在罪的咒诅当中 我们的生命生下来就已经被这罪的癌症给侵蚀了 被各种各样的疾病所清晰了 因为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完全地破碎 因为我们不认识他 甚至当这一位救主真正地站在他的选民的面前的时候 他的选民却说 他说了健忘的话 但是当这一位救主再次把这样一个问题 抛给他的百姓的时候说 赦罪和一致哪一个更容易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这两样都不容易 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这两样都不容易 因为我们都没有能力来做到 我们必须要靠着那一位有能力的主 他来宣告赦罪 并且接下来耶稣所要做的这样一个的赦免 也证实了他有医治的能力 给我们看到了耶稣 他具有这样一个医治的权能 所以在接下来耶稣说 哪一样更容易呢 但是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 是要让人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 就是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 当祭祀可以在这些罪人和病人的面前宣告赦罪的时候 人们知道祭祀的权能是从上帝而来 他们作为上帝和人之间的中宝 但是当耶稣在这里宣告赦罪的时候 耶稣是告诉我们众人说 你们不再需要摩西 你们不再需要以利亚 你们不再需要来到圣殿 向这一切的祭祀献祭 因为这一切的祭祀是暂时的 因为这一切的祭祀不带有永恒的功效 你们需要被永远的医治 因为如果今天我今天得到了医治 可能我们马上又回到了一个罪的生活的当中 耶稣看到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最根本的需要 就是我们需要根除罪的基因 我们需要根除我们身上这样犯罪的冲动和动力 我们需要得到一个根本性的医治 就需要一个更大的更有权能的祭祀 即使是以色列的大祭祀 祂也只能一年一次地进到圣殿里面 为着祂的百姓来认罪 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的大祭祀 祂也是一个罪人 祂仍然会犯罪 但是耶稣基督祂是上帝的独生的儿子 祂完全地圣洁 祂完全地没有犯过罪 祂说 我作为上帝和人之间的忠宝 我所带来赦罪的宣告 我所带来宝血的捷径 我所带来的医治 可以永永远远的 完完全全地医治你 解决你一切罪的问题 只要你来到我的面前 只要你来跟随我 只要你来相信我 你不需要再去献祭 你不需要再去献这些的出鸽 或者是牛或者是羊 你不需要每天地在献在这一切的 最纠感的当中 你只需要像这个摊子和他的这四个朋友 单纯地相信他就可以 小子你的罪赦 因为人子 上帝的儿子在地上 有赦罪的权利 没有人有赦罪的权柄 没有人有这样一致的权能 只有上帝的独生的儿子 有这样的权柄 可以给我们带来的一致 因为这一切的权柄的荣耀 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 但是在这当中 我们根本 我们好像根本没有看到这个瘸子 他在说什么 他在做什么 我们好像是也没有看到这个瘸子的 一点信心的印记 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圣经当中很多没有名字 他可能对话也很少 也很少的这些的人物 他的很多的信心的行为 潜移默化地 展现在了这个整个的故事的叙事的当中 当约书宣告说 说这瘸子 说这个摊子 你的这四个朋友的信心 你可以得一致的时候 我们从他这四个朋友的身上 我们同样的可以看到这个瘸子的信心 我们相信这个瘸子 他可能平时很少有机会和能力 去到圣殿 他必须要借着一个外来的帮助 他必须要借着一个外来的拐杖 他必须要借着一个外来的能力 他才能去到圣殿去献祭 去悔改得到祭祀的祝福和宣告 但是平时他可能根本上 没有这样的机会和能力 但是在之前 可能在第一章 他听说了耶稣医病和赶鬼的这样的事迹 对他来说 这是他唯一的盼望 他说没有医生可以医治我 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是一个天生的瘸子 或者是后天的瘸子 但是对他来说 没有医生可以医治我 可能他尝试过去到圣殿献祭 有可能祭祀只是冰冷地对他说 你这个罪人 你承受上帝的咒诅吧 或者你是个罪人 这是你应当承受的 或者是说人们觉得因着他的瘸 可能是因着他的罪所带来的 可能他身边的人都极力地疏远他 但是当耶稣来到 又再次来到加百农的时候 当我们读的时候说 耶稣又进了加百农 其实我们也能看到 耶稣的恩典和怜悯 因为这城里 仍然有许多像这个瘸子一样 需要得到赦免和得到医治的 许多的罪人 当这个瘸子终于来到 他坐在 趴在耶稣面前的时候 耶稣看到他四个朋友的信息 但是我相信耶稣 同样也看到 这个瘸子的信息 他没有去找医生 他没有去到医院 他没有去到圣殿 没有去找祭祀 他来到了一位真正的医治者的面前 他来到了一位真正的大祭祀的面前 在他的面前 悔改 认罪 耶稣说 小子 放心 你的罪舍 这个瘸子可能说 我没有任何的能力 买到一个祭物献给你 我可能我是个瘸子 我可能没有任何的能力 我可以取悦你 是你所需要的 但是你是否可以怜悯我 医治我 拯救我呢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耶稣说 等你筹够了钱再回来 等你预备好的祭物再回来 或者按照我们今天的话说 等你成为了更好的自己之后 你再回到教会里来 但是耶稣说 放心 放心 我们相信我们永远都成为不了 更好的自己 当一个人可能说 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再回来教会 可能他永远都不会回来 但是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 我们可以信为耶稣 但是我们却可以从耶稣那里得到的是 孩子放心 因着你信号我 因着你心里那一丝丝的软弱 那一丝丝的悔改 那一丝丝的认罪 你的罪是我 因为你的中宝 你的祭司 你生命当中真正的一生 上帝的独生子 他和你的罪 被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 你从此可以成为一个新的人 你的罪被赦免 其实我们会看到 耶稣这句话 不只是对这个瘸子和他四个朋友说的 耶稣这句话 更是对整个来围观的这些人来说的 同时这句话 也是耶稣对这些在议论他 评论他的这些的文士 祭司和法利赛人来说的 你们同样需要被赦免 你们同样需要被医治 你们自己的疾病 你们没有办法看到 这个瘸子的信心可能是一个隐形的 但是借着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最后的经文 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点点 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的最后说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我们不知道这个瘸子有多大 但是我相信这个瘸子可能每天都在想的是 我真是苦啊 谁能让我起来走路 谁能让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可能我们每个人心里面 可能你也有许多 你不敢向别人分享的 你内心许多的挣扎 我真是苦啊 我的博士什么时候能毕业 我真是苦啊 我什么时候能还清房贷 我真是苦啊 我什么时候才能不上这些黄色网站 我真是苦啊 可能你心里有许多的苦度 我相信我们人生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罪的循环的当中 但是保罗在第八章马上就给了我们一个盼望 在基督耶稣里 我们就可以得拯救 得赦免 说在基督耶稣里 我们就可以脱离这罪的咒诅 这罪的刑罚 我相信这个瘸子也是带着这样一个的怨念来到耶稣的面前 但是当耶稣说 小子放心吧 你的罪赦了 他说 他心里的这种苦 被耶稣所带来的福音所释放 他立马看到说 人子在地上 有赦罪的权利 在最后我们看到 耶稣给他带来的真正的医治 口说无凭 必须有外在的见证 所以在后 耶稣在第十一节说 我吩咐你起来 拿着你的褥子回家去 说 那个瘸子就起来 立刻拿着褥子 当着众人的面前出去了 以致众人都惊奇 归荣耀于神说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借着这个瘸子被医治 他起来行走 我们看到耶稣 所带来的真正的医治 借着这瘸子朋友的信心 借着耶稣医治的全能 我们看到这一位 真正给我们带来 身体医治和罪得赦免的救助 当人们看到这个瘸子出去的时候 就归荣耀给神说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随着福音书的进展 我们就知道 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减少 随着耶稣 他在地上三年的事工 这样的事情不断地发生 上帝的荣耀 不断地被人从口中诉说出来 但是弟兄姐妹也提醒我们 今天我们被上帝所赦免所接纳 在我们所在的生活和城市当中 我们同样需要 让我们身边的人看到 说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信主之前 我们可能也都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上帝的荣耀 他竟然有这样医治和赦罪的权能 我们竟然在生活当中 可以因着赦免我们可以被医治 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竟然可以有一个永恒的盼望 这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事情 但是在这里他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我们就是在这个城市当中 所行走的登台 可能借着你让我们生活当中的许多人 都看到他生活当中 从来没有见到的事情 以至于将荣耀归给上帝 我相信三年的疫情 可能让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很多 可能对很多人来说 这是人生当中最黑暗 可能最难过的一段的时间 但是又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三年的疫情 可能是让上帝得荣耀的机会 让上帝得荣耀的时刻 因着在疫情的当中 我相信我们这里 同样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记得疫情当中 正好是我在神学院的最后一年 我们的教会也是 在封城的这个时候 我们的教会也是组织人民物力 我们送很多的食物 或者帮助这些国际学生 帮他们解决住宿 还有饮食 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还记得有一个学生说 我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 他说我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在今天的社会当中 还有这样的一群傻乎乎的人 愿意做这样的好人好事 但是对于做这样见证的基督徒来说 我们都知道 我们是被上帝所赦免的一群的罪人 尤其有的时候 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回想起来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何尝不是这个瘸子呢 很多时候我们何尝不是这种瘸子呢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讲到了信心的几种状态 但是这四个朋友 还有这个瘸子的信心 与这几个文士的信心所比较 我们也知道 可能这个瘸子和他几个朋友 所拥有的是真正的信心 但是难道这些的文士 祭司和法利塞人 他们就不认识上帝 他们不知道上帝一切的真理吗 他们可能更加的清楚 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说 他们可能是神学院的教授 或者是教会的牧师 但是可能他们对于上帝的认知 只是停留在这样一个知识的层面 停留在一个律法的层面 或者按照我们今天的 一个武术的行话来说 是他们要按照套路来出牌 但是跟这个瘸子一对比的话 他们好像才是一个真正的瘸子 但是尽管这个瘸子不能行走 却借着他的信心 他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 但是我们再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 其实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瘸子呢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熟读圣经 我们知道圣经66文书 39本9月27本7新约 我们可能对于圣经的话语倒背如流 我们每年读圣经读一遍 还读许多的属灵书籍 我们去参加许多的特会 我们甚至参与很多重要的服饰 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可能 不太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 说我知道有耶稣 我也跟别人去宣讲耶稣的福音 但是我自己却不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 认罪和悔改 我自己可能我不愿意向耶稣开口来祷告 我自己从来不把我人生 我的心里面最阴暗的那部分 向耶稣敞开 向耶稣去分享 那一个部分永远是属于我自己 我永远把我的心分成两半 一部分归给耶稣 一部分归给我自己和我的罪终之恶 很多时候难道我自己不是一个瘸子吗 不仅我自己不愿意 也没有能力来到耶稣的面前 可能我的周围也缺少了这四个朋友 强逼着我 压着我 来到教会的面前 来到耶稣的面前 来敬拜他 来向他认罪悔改 我们一直在逃避 但是你知道 我们的逃避 永远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 因为在正南经文里 清楚地告诉我们 只有我们来到这一位 赦罪的主的面前的时候 只有我们自己完全地 瘫在他的面前 像这个瘫子一样的时候 他才会对我们说 放心 孩子 我知道你内心有很多的阴暗 很多的挣扎 很多的自我的定罪 甚至你自己都绝望的 你一切的喜乐平安 都是你装出来的 但是你心中一切的忧伤 我都知道 你的罪赦 凭着你那一点点 可能还被强逼的信心 悔改和痛悔 你的罪赦 你可以把你身上这一切的重担 卸下来 你可以起来行走 你可以出去让世人赞叹说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 也可能周围 你可能是一个瘫子 你需要瘫子一样的信心 但是可能你是否注意到 你身边可能有许多的胎子 你需要成为他们的朋友 可能我们今天在美国生活 我们都喜欢保护自己的隐私 我们不喜欢冒犯别人 你可能在美国很快 你适应了美国的文化 你说 不关我的事情 这不关我的事情 我只要管好我自己就好 说这个人他本来就很讨厌 那下地狱我觉得也是应该的 或者是说经体 或者有的时候 可能吃饭的时候 聊起某一个很久没来过教会的基督徒 你可能拍案而起而说 我早就想到他这一步了 希望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人 但是 我不得不说 你按照广东话说 你真的是个损友 你不是一个好朋友 好朋友应该是怎么样 早上不来教会 嘿 叫上几个人 拉着床单把他带来 再次地向他传福音 与他展开福音的对话 请他吃饭 带他出去交友 跟他成为交心的朋友 聆听他 倾诉他 分享你自己 让他的内心强烈地感受到说 嘿 那一位对你说放心 小子你的最舍的那一位 我也认识他 但是我很久没有来到他的面前 你需要成为这样的朋友 我们的身边也需要很多这样的朋友 当我们走迷的时候 当我们偏行几路的时候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甚至可能当我放下一句狠话说 我对这个信仰失望了 但是我们对我们的上帝从来都不会失望 陪伴他 带领他 重新地把他再带回到上帝的面前 因为他回到上帝的面前之后 他面对的不是一位严厉训斥他的父亲 他面对的是一位亲切地拥抱他的父亲 就像《路加福音》十五章 那当那个浪子重新回到父亲的家里的时候 他本来期待的是被父亲当一个故宫 但是当这个父亲远远地看着他这个小儿子的时候 这个父亲冲到孩子的面前 脱下他的衣服靴子还有戒指 给这个孩子戴上说 这是我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儿子 当你这位朋友又重新地被你带回来教会的时候 你知道 并且他也深深地知道 他是上帝的儿子 他的罪被赦免了 不是你赦免了他 是你们共同来到上帝的面前 因着你们的悔改 因着你们对上帝的盼望 因着你们对他福音的信号 你们被赦免了 放心吧 我相信今天我们所有的人 上帝对对我们说 不管你今天是否落在各样的挣扎 苦痛忧虑的当中 放心吧 你们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了 你们需要出去将这样的好消息 告诉在这外面的许多的人 让他们惊讶 让他们看见 让他们赞叹 并且让他们顺服 因为只有这一位拯救罪人的主 反信号他的 必得拯救 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福音 借着他的儿子 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也借着这一位为上帝忠心服侍的仆人 借着他一步一步走上十字架 借着他的死而复活 因着他服侍了众人 舍掉了他自己 让我们可以得胜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单纯的 瘸子朋友一样的信心 我们需要来到这一位 有医治并且赦罪全民的上帝的面前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真正的认罪悔改和信号 由内到外的被他所医治 由内到外的被他所更新 因为我们所盼望所信号的是 这一位赐恩典的神 他赐平安的生命给我们 并不加上忧郁 但是在约翰福音 当耶稣赦免那个 要被师父打死的女人的时候 当这个女人要离开的时候 耶稣对他说的话 也对我们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约翰福音第九章 当一个行医的妇人要被打死的时候 耶稣拯救了她说 你的罪赦了妇人 当她要离开的时候 耶稣说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当这样一个赦罪的主的恩典 与民到我们的时候 在我们心里面种下的这样一个种子 并且圣民在我们心里面工作提醒我们 我们不能再轻易地回到 罪的生活的当中 我们不能再犯罪了 因为当我们每一次出去的时候 就要像这个贪子一样 将荣耀归给神 让世人赞叹是没有见过这样荣耀的事情 愿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宝贵的话 你今天临到我们 主要是的 我们内心的 和生命上的很多的问题和事情 我们自己并不清楚 并不晓得 甚至我们自己不愿意面对 主 但是借着你的话 给我们知道 在这世上没有第二条路 因为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才能够被真正的赦免 与上帝和好 愿主 你也将这样赦罪和平安的福音 带给我们 在我们的心中 结出这真正的过失 让我们能够真正成为 承载上帝形象的福音 主 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祷告 这样的祷告是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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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